陈龙女儿吴卓琳自出生后就一直被受关注,早前她报警抓目的事件引起轰动。 后来,吴卓琳认识了现在的妻子Andy,两人离家出走前往加拿大,但因为在外国不下去,又不得不回到香港。 吴卓琳更是在加拿大和妻子结婚,这一点惹得吴卓琳非常不满。 吴卓琳回到香港并没有回家居住,而是一直住在宾馆里,没想到两人没钱还欠了2250元房租,逼得房东报警。 最后还是吴卓琳出面还债,将吴卓琳夫妇接回加州。 吴卓琳出柜吴卓琳,并没有什么意见,只是吴卓琳不认同Andy这个人,因为Andy把吴卓琳好多岁,Andy基本不工作,都是靠吴卓琳外出打工赚钱养她。 吴卓琳曾公开指责Andy有手有脚不出去赚钱,对她非常不满。 所以,很快吴卓琳和妻子Andy又离家出走,搬出去住了。 最近敢没拍到吴卓琳和妻子在渡游落街头,两人拿着很多行李。 在街头,似乎准备搬家,之前吴卓琳没什么钱,出去住,也是无情意买单。 这次,吴卓琳在搬搬家,让人奇怪。 吴卓琳离家之后,就和妻子住在望角宾馆,其实是交通便利的地方。 这次,吴卓琳却打算住到元朗去,应该是住不起宾馆,打算长期租房住了。 据报道,吴卓琳和妻子在街头待了二十多分钟,一大早搬家,很多店铺都没开门,很难不怀疑,吴卓琳是不是又被冰冠赶出来了。 不过吴卓琳回应媒体,表示,她当时是在找地方住,这次依然不打算搬回家,之前开公司有收入到账了,独自生活没有问题。 吴卓琳最近表露的状态很不错,经常在社交网站和老婆秀恩爱,还接了一个同性恋网站的宣传广告,似乎学会赚钱了。 吴卓琳前几天还晒出一张红灯笼和对联的照片,快要过年了香港,到处都充满了年味儿,这可能也是安迪第一次来到中国过年。 吴卓琳也期待和妻子一起共度新年,但吴卓琳依然不肯回家,说明吴卓琳就没有接受安迪。 虽然在眼里,安迪是真爱,但吴卓琳依旧不认同。 吴卓琳毕竟还年轻,她和安迪会不会幸福,只有时间能给答案了。 吴卓琳